來看比較輕鬆的消息 要找開水的古酒在中華 中華分行兵庄公所進展 在精修館長的固執 分行正義定義是法庭製作 像是日本時代 差不多幾百年歷史的保險櫃 外觀看起來有所時間跟這個專門搜 櫃檢的歷史這麼悠久了 沒所時間也沒人知道 密碼的就是暗後 大家都不知道說 這保險櫃裡面放什麼東西 一開始香港櫃提供五千塊的中間 買出國地的古酒來開櫃 一夜都沒成功 現在香港櫃多五千塊 總共一萬塊希望有開櫃的古酒 來打開這個保險櫃 讓大家了解看裡面是 什麼東西 民眾很小是在鑽唷 一時鑽去吃餅 二時鑽去豆餅 像如果鑽唷還要打開保險櫃 最小聽找到正確的解鑽為主 整個櫃檬要不要開櫃 這幾個保險櫃問 有人打不開 我一個人來試試看 小瓜 卡卡的 同樣 前來前去完全沒動情 找不到解說的方法選過失敗 好像也很困難 卡卡的 這個保險櫃120公分 當200公斤 是中華分航香港索在整理觀點 就是分航中的電源發行的補貝 只是對日本世紀流來的 大概有100檔的歷數 保險櫃的外形狀出聲線 上面有些時間和準半數 因為年代太久不知道 收拾放在哪裡也沒有人知道要買 也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香港索推出總金要找開搜古酒 一開始總金5千塊 快來自古香的線紙來調整 整個保險櫃前很小 他在做做半數 他用1點多前 要是準備開很多人 跟同樣都調整失敗 所以香港索的過程加碼 跟總金錢加到1萬塊 現在看到這個保險箱 其實有三道 第一道是密碼的部分 再來就是把手的部分 再來就是鑰匙孔 這個這幾天試下來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可以轉動沒有錯 但是這個手把有一點鏽石 這個可能要克服一下 越難開就越引起大家的好記心 保險櫃裡面到底是放什麼樣的補貝 大家都想要知道 公司希望把開搜總金 全加到1萬塊 可以趕快找到開搜古酒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